二五战争二十号届满一千天 乌克兰在美国总统拜登授权下 以美制长城飞弹袭击俄国领土 乌克兰的盟友和俄罗斯在G20峰会互相指责 对方让战事几据升级 另外美国官员也证实 拜登批准向乌克兰提供人员杀伤雷 深层有助于减缓俄罗斯在乌东推进的速度 对此基普当局承诺 不会在有大批乌国民众居住的地区使用这些武器 针对乌克兰发射美制长城飞弹 俄罗斯外长拉布罗夫表示 俄罗斯将会做出相应的回应 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指出 当局获报二十号可能发生大规模空袭 目前已经关闭大使馆并指示员工避难 瑞典调查发现 北欧波罗地海两条海底光纤通讯电缆 被切断的时间点前后 中国注册散装货船一鹏三号 曾航行通过附近 只是欧洲近几个月来第二起这类调查 而一年多前 一艘中国货柜船 也曾经损坏芬兰跟爱沙尼亚 这间一条重要的天然气管线 如今 德国瑞典芬兰跟立陶宛政府 对海底电缆被切断一事极度关切 不排除为中共蓄意破坏 越美指出 日本首相石破茂派出首相辅佐官长岛朝九 20号到24号访问美国华府 协调与川普阵营负责国防失误的团队进行会谈 希望能建立关系 并尽早实现每日领袖会谈 其他人雅力电视这里报导